大家好,我是劉鳳珍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Cheers Talk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在这几年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之下呢 我们一直在谈到很多工作的消失跟崛起 可是实际上呢,有一个领域 现在正处于非常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状态 它其实就是关于长照还有医疗照顾 以及相关健康管理这个领域的人才 那我们今天请到福音科大的业主任来跟大家聊 各位Cheers的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社会进入一个高龄化 我们大概怎么样去做提前去做一些超前部署 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一个人才来应应整个社会的趋势 台湾其实这个老化速度其实是全世界第一 当然就因应这样的一个环境跟人才需求 各个学校或者是整个健康产业都往这边去便宜 你出到社会之后 你还能不能因应那时候的一个社会需求 那时候的社会需求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一个人才的短缺 如果还是人才的短缺 我们如何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 不管它是服务照顾的体系 或者说我们如何让它普及到偏向能够社区化 医院科大呢 我想在这个医护的这个领域 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大学 据我了解他们也是台湾整个规模 应该是最完整的一个医护的科技大学 我们学校已经成立61年 我们是唯一有这个附设医院的一个科技大学 所以在整个学校的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医学系 但是相对的也使得我们在整个照顾的系统 从助餐优报一直到健康营养啊等等 这些我们都有完整的一个系统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学校特别设置了两个中心 一个是属于这个高龄全程照护人才培育中心 一个当然就是我本身在的这个老化疾疾病预防研究中心 一方面我们去注重整个人才的培育 让学生能够实作实际的操作 然后要跟场观学实际的去接轨 我们也要对社会开放去帮忙训练不足的人才 所以学校设置了这样一个有专业的老师 或者我们从医院找来这样的人才来帮忙 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关于未来这个高龄社会 整个产业它所需要的人才跟服务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出生到中老已经透过16个科系 然后把它这个带状的部件完成 比如说像这个高龄全程照护的中心 它比较是人力直接的那个照护 或者说智慧医疗的系统来做一个 全程整合的照护服务 你要结合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技术 跟年期老化等等 癌症它都有一个相关系 那我们如何能够先知道 这些菌种是怎么分布的 每个人先天基因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数据分析的整合 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一个规模体系 整个长照的系统 它应该是一整个的生态体系 那包含所谓的智慧监控 所谓的远端医疗等等 我们比较是在做人才培育 帮外面的企业 这个培育人才培养我们自己的学生 我们有高龄长照的这个系科 我们有护理系 我们有附健 我们有所谓的营养 我们有所谓的医技 这个检验技术的部分能够跟这个地方就去做一个结合 像我们在做长到健康 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医检的人才 去做数据的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资料管理的人 我们需要资工的人进来帮助数据的处理 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我刚刚讲的精准营养或精准健康 它需要是一个个人化 我们就要去找营养学的人 进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数据整合 你必须offer其他的场域 而且在教学的过程教会他自主学习 因为在这个医疗这个领域 结合这种所谓的智慧科技 然后还有很多新兴的服务的需求状态之下 还是要有一个实际的场域 让学生透过实作 然后去了解他所学要怎么样去运用 或者是说怎么样跟别人去做跨领域的结合 我们很多的习科基本上都有对应到执照 比如说这个我自己是医检师 医技的部分他有执照 或者复健他有执照 复健师 营养师有营养师的执照 不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出入 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健康产业 所以他可以到处去跨科学系 他们训练出来不会变成是社会上用不到的 大学啦 医学中心或者是商事规公司 我想这一块我们做的还不错 那学生也开始就导入 一开始他可能要跨过来很难 但我们必须把它中压中置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福音科技大学老化与疾病预防研究中心主任 要用叶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但今天透过叶老师的分享 我想我从微观的一个大学的这个科系的变化 从预防的角度 还有就是高龄全程照顾的角度 还有老人这个跟轻盈共学的一个角度 那终于打通我对于这个整个高龄化的人才市场需求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那再一次谢谢福音科技大学老化与疾病研究中心的叶耀宗主任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他 谢谢大家